警车直接开进北检车道 下车的嫌犯外套包住头 缩着身体被移送地检署 他涉嫌带两名女儿到碧潭亲身 女儿溺毙她独自游上岸 隔天报案 警方立刻在新店碧潭拉起封锁线 两名溺水小女孩的遗体 已经被打捞上岸 送到新北避仪馆 警方调查这两名9岁和10岁的小女孩 是在2号上午8点多 游妈妈带着她们一起出门 三人从住家附近搭计程车 来到碧潭风景区 妈妈接着说要帮女儿拍照 三人牵手走下水里 她却突然放开手 女儿被水冲走 后来只剩她一人独自游上岸 在风景区徘徊 没有离开 等到隔天下午 她又再次勤身 又再次游上岸 到晚上9点多 自行到派出所报案 这期间 丈夫也有通报失踪协巡 但已经来不及 警方调查 这名妈妈是中国籍 和丈夫结婚11年 去年全家一起来台湾 她专职当家庭主妇 不过和丈夫还有公婆 因为生活习惯不同 频频争吵 竟然带着两名女儿离家 案发后 也已经被警方带回征讯 将依杀人罪 移送台北地检署 后续将依据家属的需求 协助处理两名未成名 儿少的商将事营 并且提供法律协助 悲伤辅导资源 家庭关系协谈 新北教育局表示 两位学生在校学习正常 表现良好 这回发生憾事 除了提供家属协助 也要求校方启动辅导 安抚失身情绪 东森新闻 丁英文 林云犬 游巨勋 蔡允山 在新北市采访不到